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不加上忧虑的祝福 有个故事说到 1960年美国因贫富相差悬殊 产生了许多社会矛盾 穷人不但仇恨富人 还对政府有抵触情绪 令政府不安 为了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政府部门曾经想了许多方法 但都不见有什么果效 有一天呢 一位名叫罗伯特的电视记者 拍摄到了这样的两个画面 一个画面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总经理在办公室里 超负荷的忙碌者 虽然西装必挺 但神情憔悴 满面疲惫 另一个画面 则是一位身穿蓝色帆布衣服 破旧但不脏乱的清道夫 他一边清扫垃圾 一边哼着美国乡村音乐 一副宜然自得的样子 这两则画面中的主角 总经理就像是典型的富翁代表 而清道夫则是典型的穷人代表 这两组镜头在电视上播出之后 奇迹出现了 不但穷人不再仇恨富人 居然还有很多富人 很多政府官员和社会学专家都觉得奇怪 于是许多人采访了这位记者 才明白原来呢 以前许多镜头都习惯于对准富翁的资产和穷人的疾苦 所以产生许多矛盾 但这两组报导 则是将镜头对准了富人和穷人的内心 富翁因为欲望太多 所以神情疲惫 而穷人呢 因为生活简单 所以满脸自得 富翁和穷人不能只比物质 还要比幸福感 亲爱的朋友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快乐呢 故事中的两组主角中 看见富翁虽然坐拥许多财物 但却不喜乐 反观亲道夫虽然拥有得少 但却知足常乐 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到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啊 有位成功的企业家 曾表达自己穷得只剩下钱啊 他一点都不快乐 一点都不因为巨大的财富为 自豪甚至觉得贫穷 有这样的豪华住宅名车 竟然用穷来形容自己 我们看到富足或是贫穷 可拥有多少金钱 有多大的功成名就 是没有关系的 快乐跟多少金钱 也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啊 金钱无法买到快乐 如果没有家人跟朋友的爱 那照样是全世界最贫穷的人 是的亲爱的朋友 一个人是否感到幸福快乐 满足成功啊 有许多超越金钱 更重要的因素 就在于你对金钱的看法和态度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你们知道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啊 这里看到耶稣来了 就是叫我们贫穷成为富足 有了耶稣 你必然富足 穷不穷 不在乎你有多少钱 而在乎我们的心态啊 今天上帝也要在财务中祝福你 当你拥有一个富足心态 看待身边的环境时 上帝会把你的心往上带 扩张你的境界 使你经历财务的蒙福与喜乐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愁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